傾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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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運動嗎? 散步 很漂亮 在湖太北 昨天晚上沒看到 真的喔? 可是我昨天也沒看到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晚上 第五網住的飯店叫富士松園Hotel 然後前面呢就是三種湖 現在氣溫是五度,五度還好,不會冷 聽說早上呢有下雪,標性雪 富士山是在後面,那我們應該要看得到富士山 我們睡的房間是面山的,其實是好的 不過這裡有一點殘雪,拍一下殘雪 黑黑的殘雪,氣溫是低的喔,我今天有戴毛帽 早餐呢我就沒有起床吃了 因為結果發現自助早餐怎麼吃就那樣了 喝了一杯牛奶,牛奶 然後就本來是七點morning call 我就睡到七點半了 因為興奮要看富士山,所以五點多就起床了 這邊有一坨未溶的雪 好像那種,那個吉仔冰霞那種,那個叫什麼香蕉冰 像我像香蕉冰,看一下 香蕉冰,這一坨雪 好了吧,涼涼的氣溫很好 空氣新鮮 那我們待會看看是不是會去拍到富士山景喔 OK 三中五,三中五村 昨天我很多房間其實是看得到富士山的 結果早餐五點多拍照完,都一直沒看到 我以為是在另外一邊,沒想到 沒想到 他就在我們睡覺的多年 結婚之後天才也要走 可是天氣 打者墨地啦 所以今天早上有戲劇 所以你看這裡永遠沒在一起,表情最近其實不多 那個山上可能在下雪,所以整個濃濃濃的 把富士山倒 那我們現在要離開那個三中五 三中五他像一隻牛仔打的這樣 被稱為叫卧寮虎 卧寮虎齁 我們這邊就是回到靖鋼線 我們現在在靖鋼線 現在在靖鋼線 可是我們今天要去靖鋼機場 靖鋼機場離這邊 因為這裡是算比較我擔心的靖鋼 就是比較偏北邊 我們現在是往南走 機場是在偏南邊 偏南邊 偏南邊齁 我們坐那個五點外的飛機 五點多的飛機齁 那那個 所以我們可以到中途 會保留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忙 我們等一下要看一個美鳳 三寶 馬豬巴 雙鋼都在山頂 因為他在那一坨越 上下面 要好修拍公 因為他陣鋼的法則 他一個習慣就是 每次公到後 陣鋼也太沒了 所以他去的時候要一手難公 好修讓人拍公 所以你說自己山頂 但是 那後來 他們那個山頂 越來越久了 變成就變成平三層 那是平常 平常他代表就是一個 全力寬移 有一陣德川家康 統一天下之後 他們叫 一國一城市 你們是一個國 這算是讓你管 這是一個國 所以你是國王 所以你要住的鞋 跟不可以跟不一樣 所以你要起鞋 不可以住一般的一種房 所以叫一國一城市 所以你們在江湖時代 去191個城 那後來的無政經 所以想要去山頂 其實不必要 對 去到北地 所以 鑽河城 我們在鑽河城 就是類似這一種 有沒有聽過 鳴谷烏城 大阪 我們這邊 這邊 櫻桃小丸子 他講的是那種庶民 他明明說 生活的過程 就是 一種生活他們沒有共鳴 你知道嗎 所以這很多人去 所以 那待會去那個地方 就是 它就是一個 歷史主題樂園 也不像 就有一個 一個罐 以櫻桃小丸子的背景去做出來 那都是小孩在一起 所以那邊不是那麼少 那邊是雙方 那邊是雙方 所以有人要雙方 所以有人要雙方 就好嗎 他說你萬一買 所以等一下 有人要買 這裡是 建崗 三本松園 也是 世界文化遺產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邊 所有的松樹 都上百年以上的地址 然後 剛剛我們走進來的時候 有一條 很壯觀的松樹隧道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要往海邊過去了 往海邊順路走下去 據說可以拍到 富士山最美的角度 今天很冷耶 喔 原來 人家拍攝在這個地方 不是在湖喔 都在 臉書上 看人家拍 應該是湖啊 因為有天鵝耶 所以 剛剛那個 山中湖才是 才是人家拍攝的地點 現在這個 這整個都是松樹林的 這 松樹 我剛剛撿了一顆 乾掉的松子 可以做聖誕樹的狀石 我們要在海邊喔 還有我今天有戴毛帽了耶 哇 最後一天呢 頭髮也亂了 塌了 然後也剛好橫了 戴個毛帽 剛剛好 今天你看看 天氣不是很清朗耶 雖然 海水波光淋淋 問題是 沒有看到松樹的影 沒有看到富士山的影子 這個林 這個林 這邊還有一個雨車神社啊 發現 日本很多這個神社 超級多的 跟我們台南不相上下 超級美的 超級美的 浪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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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山你對啊 蛤 我們現在拍下神社 浪漫啊 浪漫啊 雨車神社 浪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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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被擋住了 然後這個是大海 這個就是世界文化遺產 松樹林 就像我們台灣的木馬花 可是它的松樹真的很有稀 長得也太美了吧 走這個沙灘 這個在海邊還有一個 雨車神社 好喘喔 趕快到那個販賣部去看有沒有什麼 吃了 好喘好喘 走在沙灘上 沒差我鞋子是白的 這個松樹林 我們待會也要在那個松樹林那個 那個道 看一下吧 松樹林 這個松樹林 這個松樹林 要長那麼粗 要長多久 看到 一部分的小帥哥出現 在我的鏡頭裡面 前面有一個大帥哥 台灣牧村獨逃災 好喘喔 什麼喘息 喘息啊 還有今天 是最後一天 喔 我們等一下 3點50 就到機場了 回到高雄應該是9點多了吧 晚上9點多 準備好了 吃東西 走出店家之後 這邊 你看看啊 這邊有土產店 Motel 我這邊也是有一間飯店 剛好在這裡 橘子 要買一個橘子來吃看看 還有 麻糬 抹茶麻糬 草莓 喔 太美了吧 這樣才800塊的人幣 10元美 2 2 4 6 8 10顆還9顆9顆 9顆耶 這邊有他們的土產 清缸的土產 紀念品 紀念品 詹區 客馬 還有一個 小瓜 兄弟 I can be sure 他們 日本都有做這些小故事 這都是 手機釣飾 手機釣飾 我這個比較酷 我比較喜歡的 這什麼 有T-shirt 張誠這邊有OLED啊 什麼耶 這才有皮的OLED味耶 你看是不是 那是不是OLED 有黑暗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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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去買酒吧 一點點鐘 就是 我都說好了 就是 全穿 對啊 你要說 嘿 嘿 過來 黑暗味 黑暗味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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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在這邊吃黑暗味啊 我們在這邊吃黑暗味啊 我沒有 我 我 那多少 這樣多少 我們下來吃黑暗味啊 好 黑暗味 你賣的 黑暗味 黑暗味是激烈的 好 我們準備來吃 哦 有 大根 840 840 840 他沒有寫在他的那個 收銀記 哎呀 吃黑暗味 還有那個書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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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哈哈 哈哈 好啊 我們來享用看看啊 好不好 黑暗 丸啊 蛋蛋 還有那個 哇沙比 這是哇沙比嗎 好 好 吃啊 這一條叫做松枝道 松枝道 好長好長的入口 左右兩邊都是松樹 好 啊 動不動不動不動 你都跑的 好 我們現在往回走 你看這條路 等一下拍一看 大家對 看一下 日本對他們 所有這個 有生命呢 不管是寵物啊 植物啊 都會維護的很好 尊重生命的國家 一分 两边他们住在这个丰顶区的房子 这算是交集别墅 刚刚看也是有饭店的 天空出过来 两个金花 松树的树干 还有上面很多松果 松果我刚刚捡了一个 这里捡了一个松果 可以带回家吧 那下面很多松果 这是千年松果 出来旅行 就是运动 一直走 温度比较少 今天海豪香就回去了 走了一整天 好不容易脚稍微恢复了 那个房子也很美 还有可爱的车车 好像那个火柴盒小汽车 他们的日本的车车 据说这个是800cc的 800cc的好像 就不需要有申请那种车位是不是 不晓得 如果想到日本住的人 自己来Google一下 还有这导游啊 一直介绍人家到日本来买房子 他说他买了一间房子 才多少 在千月线 1300万日币 好像200多万台币 很好生活 然后他也把小孩送来日本读书 学费都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啊 他也是希望 大家都把小孩送到国外这个来留学 只要省下几趟的 出来玩的费用就有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记录到这儿 松之道的尽头出口 又有一个神社 看看那个是叫鸟居是吧 门口 就是那个台湾的牌房 这里我们就不进去咯 这里叫做什么神社呢 雨水 雨水神社 好 很可爱的小孩 这边有一个松树 小朋友来了 小女生哦 运动哦 好漂亮哦 起来 嘿嘿嘿 有人入境 对 别人送送 人家的庭院 修剪的很美啊 就是别人家的房子啊 这边有小朋友 这边有学校吗 呱呱 好冷暖哦 这也是一招一间的浴馆 草烧 这草烧这个字 是 中国人用的名字吗 还是 日本人用的草烧呢 草烧浴馆 这附近的房子 在街道上这样走动 突然都在游泳车上 然后回到一盘色咯 前面 日本现在有一些偏乡地方 这个 这里是清张 这里不是偏家的 有一些偏乡地方的房子哦 要免费给偏租 你可以到网站去看 有那种免费 让人家租的房子 然后你只要 你绞碎吧 绞碎而已 这就是抢救偏乡的一种方法 然后那边有一棵 绝的树 你看 铁石雷勒 放在门口当装置艺术 不要踩 好吧 就这样